兄弟们 你们知道女生最不想让男生知道的秘密 是什么吗 想让女生喜欢上你 你必须要知道这三个秘密 很多兄弟费尽心思去讨好女生 却不被女生放在眼里 究竟原因就是因为你不懂女生 但是如果你知道了女生这几个秘密 那你对女生将会有致命的心理 记得点赞和收藏哦 只要你能够理解本期的内容 你就相当于掌握了追女生的最大秘密武器 脱单对你来说一如反掌 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兄弟 他找到我说褚儿你好 我大学到现在一直暗恋一个女生 但是我一直不敢去联系她 前段时间去谈合作的时候 发现她是我的合作伙伴的秘书 我觉得是缘分 于是我下定决心开始追她了 我朋友说女生都喜欢包包 所以我就送了她几个LV 我本来以为她会很开心 但是她却说不想我破费 后来项目圆满成功 我们一起举办了庆功宴 我久经上头当中表白了 她没有同意 但是又一直在照顾我 还送我回家 第二天还给我点了醒酒汤 我以为她是默认了 还在沾沾自喜 但是她却跟我说 只是不想让我下不来台 做朋友也挺好的 我一下就懵了 我真的很想和她在一起 我该怎么办呢 那如果你遇到情恶问题 也可以来找我聊聊哈 大家兄弟虽然尽心尽力的 对女生好了 但是她犯了两个很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 一味的讨好女生是没有用的 只会让你的个人价值降低 这是大部分兄弟都会遇到的问题 如果你意识不到 你追女生的时候 就会男生嫁男 第二个 那是当众表白 在还没有明确对方心意的时候 那就不叫表白 叫公开处刑 除了让女生有压力和尴尬 没有任何作用 这种情况还有机会吗 当然有 追女生其实是有技巧的 比如说我今天要说的 这三个秘密中的 第一个 女生就是喜欢你对她脸皮厚一点 你看我是怎么让大兄弟运用这个秘密的 我们直接说 有没有人说你很像一个诗人 女生回了 啊 我们接着回 陶渊明不会为了五斗笔折腰 就像你不会为了我送你包包而清新 很多兄弟那堆女生啊 都是百依百顺的 更不要说向女生提自己付出了多少 生怕她会对自己的印象不好 但是女生天生就是喜欢能够征服她的男生 所以你的讨好 女生并不会放在心上 反而你脸皮厚一点 能够让女生明白你的用心 更能够容易受到女生青睐啊 要记住 不被看到的付出 只能算是自我感动 并不能感动到女生 女生这里回了 哈哈 什么乱梗 我们说能把你逗笑的就是好梗 这里女生回了 有 看把你厉害的 女生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敷衍 但是女生这个语气词呢 足以说明女生情绪已经被我们掉动起来了 所以我们接着说 现在听你夸我 比骂我还难受 女生回 为什么 我们说 昨天我刷视频的时候 看到有人当众表白 那个女生很不知所措 我隔着屏幕啊 都替那个女生尴尬 我一开始还在笑 但是我突然想到 那天晚上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我又有什么资格笑别人呢 所以你现在啊 夸我厉害 这不是在骂我吗 这种地当众表白 已经让了女生感到压力 这里呢 我们用共情的方式 来弱化女生的压力 而且啊 用了一个自嘲的方式 开了一个小玩笑 缓解一下聊天的氛围 女生这里回了 哈 那倒不至于 不过那天拿着酒瓶子的样子 确实不像好人 哈哈 好了 现在女生呢 和兄弟的矛盾 基本上化解了 而且 现在女生会调侃这个兄弟 说明女生的情绪 已经完全好起来了 那接下来的主线任务啊 就是 找机会 突破关系 我们这里回 你这么说 还挺开心的 女生回了 为什么 不都说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吗 你说 我不像好人 证明 我还是有机会的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秘密 女生更喜欢你去调戏她 而不是一本正经 但是兄弟们要注意啊 调戏不是让你耍流氓 而是去撩女生 调侃女生 去调动她的情绪 记住 情绪是女生心中的开关 正经是无趣的代名词 你一副正经的样子 女生的心动 都被你扼杀在摇篮里了 你还怎么脱单呢 这里女生回了 油嘴滑舌你是有一套的 在我们不是分寸的调侃之下呢 女生并没有表现出抗拒 反而让聊天的氛围 逐渐变得有点暧昧了 但想要关系有所突破 我们就必须要让这把火烧的 更猛烈一点 我们的第三个秘密 可以排上用场了 这不是为了逗你开心 好让我以后的日子好过一点 不然天天跪搓一把 我的膝盖可受不起 酒可喝 闷气不可生啊 这就是第三个秘密啊 女生拒绝不了 敢于冒犯的男生 这里的冒犯是指敢于推进关系 很多兄弟就是不懂这一点 所以这女生总是唯唯诺诺的 这样你在女生眼里 就是弱者一般的存在 强者在争取喜欢东西的时候 从来都是自信从容的 人的天性啊 就是木强 女生也不例外 一味的逃避 换不来爱情 只有敢于冒犯的勇士 才能擦出爱情的火 但兄弟们要注意啊 一定要掌握好分寸啊 不能真的冒犯到女生 前面大兄弟就是因为用力过猛 才落得这个下场 女生这里回了 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 你怎么就突然喜欢我了呢 女生觉得两个人认识了这么久啊 兄弟突然说喜欢他 但他不敢相信他是真心的 所以这里呢 他是在试探这个兄弟的真心 由于这个兄弟已经表白过了 想要突破女生的心理防线 普通的方法一定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们回都已经过去了 再说这些也没有意义 不过你能拒绝我 我其实挺开心的 说明你对感情很认真 我也已经努力过了 不留遗憾就好 这里呢我们直接一招 以退为进 既给女生留足了空间 去思考他和兄弟之间的感情 又不会给到女生任何的压力 而过了十分钟呢 女生回了 那谁知道你是不是意识兴起 只是单纯的信心感呢 女生啊已经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了 只要我们这里把他的顾虑打消 那兄弟和女生的感情自然上一层楼 我们这么回的 新鲜感会过去 但是责任和教养不会 而且新鲜感从来都不是一个贬义词 新鲜感应该是和旧的人一起尝试新的事物 而不是和新的人一起重温旧的经历 过了十分钟 女生回了 其实我对你也有好感 但是你能确定你以后不会变心吗 我不想再谈没有结果的恋爱了 我们这里回 变心是人的天性 而忠诚是一种选择 我会一直坚定我的选择 女生这里回了 我截图保存了 记得你说的话 女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我相信不用我多说了 后面呢 我又带着这个兄弟和女生聊了几天 周末大兄弟呢 就迫不及待的约女生出来了 而约会过后呢 兄弟发消息跟我说 楚儿我好开心啊 我送他到家楼下的时候呢 他主动亲了我 还跟我说 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也对我有点意思 只是不好意思说 看到大兄弟的消息啊 我也是替他开心 毕竟呢 已经错过了一次 再错过可能真的就是一辈子了 爱意随风起 风止易难平 幸好大兄弟抓住了机会 这场恋爱的风 终究是吹到他的身上 不然呢 真的就是易难平了 所以兄弟们 遇到喜欢女生呢 就不要再犹豫了 避免落下遗憾 牢记女生的这三个秘密 将会是你斩获真爱的 最强大的武器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气候 想吸引上让她到追你 或者有恋爱重新生相亲了 或发明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呢 就添加我的微信 ZXS5388 帮助你 如果微信信号上 请看我最新世界的结尾 结果的最新联系方舟